Hello,大家好,我是菲菲 这个快递是我在三药视频买的一个东西 我现在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是一个四川的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东西 还卖馆子 我经常看这个三药的视频 我觉得它视频拍得太搞笑 第一个,你看它送了一个这么大的盘子 第二个,买了这个 这个是550克的泡菜 就是四川的一个老潭泡菜 在这里 这个是泡菜的母水 这个是四川泡菜 里面有红萝卜,白萝卜,辣椒,包菜,姜豆,这些 还送了一个罐罐 就是泡菜的罐罐 这个是那个辣椒油 这么多 你知道它一条龙多少钱吗 25块8毛钱 超油 实惠 我现在尝试一下 我现在打开 尝一下 放到糖里 一股泡菜的酸味扑鼻而来 真的是就感觉好下饭的感觉 倒完出来 等下吃吧 我们装个罐子里 这个是白萝卜 应该不是白萝卜 应该是你们那里的一个叫什么萝卜的 就是泡椒 然后包菜 姜 然后还有姜豆 就是肠豆角 还有红萝卜 我现在先尝一下 你看看 就是在旁边说话的时候 那个口水就分泌得出来 是那个味儿吗 好酸 好久泡酒了 太酸了 泡酒了 很酸 但是是那个味 是那个酥酸味 你要尝一下 泡酒 泡酒了 它很酸 非常的酸 但是很下饭 你们这酥酸的应该 应该都是这个样子 这拌了辣椒油的 拌了会好吃一些 但是还是很酸 因为这个真的是泡太久了 超级的酸 我把剩下的 装进这个盘子里面去 把它装进去装一些 然后剩下的这些碗 我现在把那个母水 就是泡菜母水放进去 好好闻 为什么它这个盘子水 就是有点红色的 是红萝卜的原因吗 嗯 就是那种紫红萝卜 好了这个 小泡菜的盘子 已经把它装好了 那个母水 泡菜母水也装进去了 然后好精致好小巧 然后这个分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很爽啊 看着很爽我觉得 你们不想去买其他泡酒 好了我们今天就是分享这个 就是在山药视频买的这个四川泡菜 它配的很齐全 然后唯一我觉得唯一不好的 就是这个泡菜太酸了 可能是泡太久了 其他都很齐全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记得点赞加关注 拜拜